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逃出来我觉得我会被那个门挡住 字幕志愿者 他真的 merchants 不是 又来了 好 我知道怎麼走 走大門 那骷髏鑰匙 可是骷髏鑰匙行不行直接開門 他其實速度還好啦 只是我們剛開始可能不太懂他的速度 還沒關係 好 剛才的鑰匙 走了 好的 我們還沒結束 上鎖了 完了還沒結束 先躲進去吧 唉 原來還沒結束 我剛以為已經結束了 那東西就在房間裡 被發現就死定了 再意識到 死的一瞬間 恐怖的記憶鮮明地 呼出起來 一邊因為恐懼而渾身戰鬥著 一邊在黑暗中 拼住了呼吸 不知道過了多久 等回過神時 周圍已經安靜了下來 怪物的氣息消失了 我鼓起勇氣 推開了眼前的門 你也太生氣了吧大哥 你也太生氣了吧大哥 你也太生氣了吧 這 沒錯 是姊姊的筆記本 英子的採訪紀錄 連環失蹤案 失蹤者的傾向為 兒童旅客流浪者或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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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 可是會抓兒童好怪 兒童一定會被發現的啊 得到我姊的 紀錄 看來姊姊還有其他同伴 一起調查真相的同伴 所以她為了留下線索 把筆記本放在這裡提示自己的行蹤 她為什麼要放在這裡呢 又是什麼時候放的 這些答案 會直接影響結論的 我開始思考 為了姊姊 也為了我自己 那時候 怪物扛著姊姊 往這邊跑了 方向應該就是 這棟樓 她為什麼要刻意帶走姊姊呢 而且 我看姊姊應該還活著 難道是為了防止我介入 怕我影響她要做的事 但是 不想讓我妨礙的 那一定是 進食或人體實驗 對 只是要吃人的話 沒必要搬來搬去的 也就是說 目的一定是更複雜的事情 而且 是剛才那棟樓裡 發生不了的 例如 人體實驗 剛才那棟樓 實在是老得不成樣子 所以才搬運到這裡來 有像樣的設施設備 準沒錯的 得趕緊 在那之前找到她 既然 不想被妨礙實驗 一定會費時費力的 可能還需要做一點準備 可是 這棟樓看上去 不過是普通的舊房子 人體實驗 一定是秘密進行的 那實驗地點一定在 地下室 沒有地下室 戒備森嚴的房間 跟隱密的房間 當然隱密 不對啊 我剛剛也在想 浮鬼到底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呢 還是跟那些蜘蛛精一樣是夥伴呢 如果是獨立的話 就是隱藏的房間 對阿妹妹也太 這角色的個性 太特別了 剛才的閘門也是 偽裝的跟壁紙一模一樣 而且 這棟房子的外表 沒什麼特別的 但內部結構 就好像堡壘迷宮一樣 錯綜複雜 可能有我沒有發現 秘密的設備存在著 沒錯 這裡還有秘密 實驗設施 就藏在某個地方 也就是說 姐姐把筆記本留在這裡的理由是 在透露密室的信息 妹妹啊 你還是做記者吧 仔細看 那些血跡 一直延伸到石像下面 再加上牆壁上的刮痕 墨飛姐姐被帶到了 我選否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一定在這座雕像後面 可是 這麼大一座雕像 更不可能隨便移動的 一定有什麼機關 就是放筆記本的底座 謝謝你姐姐 我馬上就能來救你了 不管是什麼機關 我一定會把它解開的 姐姐 等我 等你 妹妹好厲害喔 真的不得了耶 先存個半 房間太多了吧 欸 一東西咀嚼的聲音 他已經變態 他把每個人死掉的 照片都貼在上面 成功治癒 這是姐姐小時候 怎麼會在這裡呢 而且還是成功 姐姐該不會變成她的 好可怕 怎麼辦 研究員的要求書 最近十日內 已經發生了三起 實驗體逃跑未遂了 我應該已經提示過 存在密碼洩漏的情況 為什麼非不聽勸呢 如果不能修改密碼 請至少加固保安措施 防止地下的月遇行為 地下OK 為了讓實驗體 不到走鑰匙 是否可以把鑰匙 制成不易辨認的形狀 至於嵌入事實版 密門按門等等 估計是太不現實了吧 這誰寫的 這個是浮鬼寫的 如果假設浮鬼是實驗的BOSS的話 什麼聲音 有人 哇賽 他才在BOSS 浮鬼不是 欸不要扣盡他 腿後 拜託腿後 在吃人 欸欸欸欸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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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What 我再回去會不會送死 欸 欸欸欸欸欸欸 有 有驚嚇有驚嚇 嗯? 難道 得透了石板碎片 這是鑰匙 欸啊我我我 你真的是不會防禦欸 欸欸欸欸 你真的不會戒備欸 這樣子被我拿走了 說是這麼說 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 他是不是看到直線就會追 對對對 看到直線就會追 對對對 看到直線會追 對 石板被我拿走了 這款遊戲 我覺得 反而探索 欸等一下 側邊應該不會怎樣吧 我不是做實 我想看一下他的範圍 因為我們之後一定會遇到他 OKOK 只要不要跟他正眼看的話 就沒問題了 沒有過門以後 他看不到我了 他就會抓我了 這是 這是 姊姊 這是 監控錄像 我現在可以仔細看到浮鬼 他雙手其實都浮頭欸 快點要去救姊姊了 你得忙救他 測試之前都不存檔 因為這蠻短的 我就覺得沒有差 因為只是存個檔 就可以過去拿了 我覺得還好 這門是怎麼回事 欸欸欸 這是 太可憐了 應該是臨死的時候 到這裡吧 直接關起來 門被防鎖了 一片石板而已嗎 有一個圓形的凹槽 石板只要放一片而已嗎 把石板牽入凹槽裡 這還要三片 喔 動了 但是還不夠 欸 這邊可以走 欸 這樣感覺好像那個 雞座在動 不怕不怕不怕 不不不不 我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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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存到 對不起 我一直想這個開門生到底是 某男日記 那女孩的樣子不太對勁 我曾經見過那種症狀 如果是阿爾多維亞出血熱的話 那可能已經 這雞一片模糊 是有人在哭嗎 經過長期反覆的實驗 終於完成了 力量足以改變世界的東西 啊怎麼感覺有點中樂中樂的日記 我完成了足以改變世界的東西 好可怕 玩到幾點玩完 這款遊戲一個小時而已 門上沒有把手 從自己測試回不去的 熊 完了 看到熊 要害怕了 少女 住在這裡的人 肯定也像我一樣 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搞不好是你姐姐 這棟房子以前 也是一戶平凡家庭吧 八成是女孩子發生什麼事情了 然後他爸爸就為了要救那女孩子 對 這片怎麼不太一樣 想要救那個女孩子 然後變成一個瘋狂科學家 製造出福鬼 這點訊息就是這樣嗎 欸 欸 喔 我們上次來玩玩克力而已 現在這一款跟克力也感覺很像啊 還有大量的門欸 這標本 看起來挺嚇人的 好像只有一隻眼睛 OK 謝謝提示一隻眼睛 終界缺了一本 看這間房間是 啊 撥製筆記 鹿四歲七十二公斤 鹿角沒有 絲毫有瑕疵 非常漂亮 我在鹿的眼睛裡 鑲兒定製的寶石 就算是提香 也畫不出這種美麗的紅色吧 提香是什麼東西啊 人名 還是 藍色的 東西 動物 好這邊有一本書 跟一個紅色寶石可以開門 好 覺得一開門就遇到他欸 我手放在Shift上面好了 好 沒有 好 這種放大真的很恐怖啊 因為 只要 怪物出來直接放到那邊去 真的蠻恐怖的 嚇死了 字幕提供 吼吼吼吼 天啊 我現在應該在餐廳了 最後我們帶他去吸倉庫 那 鐘可能上面有東西要拿 不過 我們先存檔吧 酒瓶會引怪嗎?不知道欸 我們來把它推倒吧 不行到酒瓶那邊 咦?就這樣嗎? 刻著蜜蜂形狀的印記 好多東西可以加喔 好扎實的解謎 我有拿到那個...沒有 回不去了 姐姐應該不會領便當 答應結局的話應該是跟姐姐逃出去啊 不然... 要做悲劇結局嗎? 不過我覺得做悲劇結局的作者真的蠻厲害的 好扎實的解釋 上面印著耶穌基督和她的手足 描繪著荷蘭港灣城市 上面畫著一個年輕的女子 坐在類似宮城的樂器前面 女神迪安娜和她的女伴們 手持水壺的女子 為什麼這裡出現一樣的 哇這門半開真的很恐怖 喔鑰匙 不過這鑰匙八層跟那個現場一樣 你開什麼聲音啊 劉書 自從愛子死了之後一切都變了 你的做法我沒有能理解 對不起 你記憶邊緣是幾行戰斗的字跡 後悔總來得太遲 抱歉 等一下我先出去 這個八層也有版權音樂 再見 你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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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再逃 如果這樣逃 我們先練習逃跑 這邊過不去欸 所以要跑回去 如果跑回去 跑到這裡嗎 喔不對喔鑰匙嘛 紅色鑰匙 它是蜂蜜 應該是蜂蜜形狀的鑰匙 呃 對不起 蜜蜂形狀的鑰匙 那我們應該開這裡 好的 準備逃跑了 走啦 一次就過 找到了 蜂蜜形狀的鑰匙 蜜長錯了 走 他怎麼在前面 他怎麼在前面 唉唷 這台暗了吧 對齁先存檔 算了 喔這邊 嗯 這蜂蜜形狀鑰匙發什麼 打開了門搜 哇塞 在右邊 他吃得真爽 小心 傳染跟變異 喔這非常關鍵 病毒在反復感染的過程中 毒性會逐漸減弱 因為如果宿主滅絕 病毒自身也將無法繼續保持活性 除了毒性減弱外 還會產生很多其他變化 例如容易發生異變 感染過程中的症狀 本身也會發生改變 呃 好像沒有跟我們講太多耶 我沒有跟我們講毒是什麼啊 什麼的 沒有 沒有 阿爾多維亞共和國發生病毒時 爆發病毒時 阿爾多維亞病毒由液體感染型變異到空氣感染型 呃 所以從 他可以散佈到空氣了 所以只要呼吸到那個 病毒的氣體就會中毒 由於變異發生概率高 處理應對時需特別小心 變異是指 不是原本病毒該有的樣子嗎 所以才會出現浮鬼啊 蜘蛛啊 不同的型態 欸 你咬的聲音還在為什麼你會 咬的聲音不是還在嗎 不舉一隻的意思是不是 好像是配電板 有兩種顏色的線露出來了 不要跟他正眼相對 欸 石板 欸唷 欸欸 這邊什麼時候有一隻的 我們看到了 哇哇哇哇 拿拿拿拿 走走走 拿什麼 舊什麼書 裝飾品書 是不是 OK 這個等一下拿到那個 製播室的 這太暗了 我真的看不到前面 喔 欸 很好 欸 可惡 可惡 有三隻有一隻在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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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